新北市文化国小今年适逢创校100周年 除了将在5月举办百年校庆之外 上周也在文化国小的活动中心 举办了百年校庆音乐会活动 校长表示这次邀请到由简上任老师 特地为文化国小百年校庆创作的淡水星 文化琴曲目来展演相当精彩 新北市文化国小今年适逢创校100周年 除了将在5月举办百年校庆之外 上周在文化国小活动中心举办百年校庆音乐会活动 而校长表示这次邀请到了简上任老师 特别为淡水文化国小百年校庆创作的淡水星 文化琴曲目来展演 而音乐会由中华民国心弦爱乐音乐协会 与学校的合唱团学生单纲演出 相当精彩 主要的意思是 我一直想推广弦乐 让弦乐在淡水到处能落地生根 那它其实特别我们礼聘了我们很敬重的长辈 而简上任老师特别为文化谱写了这 淡水星文化琴 所以这首歌呢 我们用弦乐跟小朋友很同志的声音去唱演绎这首歌 校长表示为了要推广弦乐的演奏 这次音乐会以百年校庆经验为主轴 以弦乐乐曲搭配孩童的歌声 去演出这一次的表演曲目 最主要表达文化起飞 在创百年的主轴 也让大家看到文化许多艺术音乐的学习展现 那它其实想阐述的意向就是 文化起飞满再创百年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一百年之后 希望接下来接棒的人 能一棒接一棒 让文化超越文化 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音乐会的主要内容 欢迎大家五月二十五 一起来参加文化的一百周年校庆 谢谢 这次有中华民国新旋爱乐团的演出 由海内外优秀的音乐家组成的文教团体 以发展国内各地艺术人文文化核心 并且定期举办公益演出 而这次搭配文化国小和尚团的共同演出 让这次的弦乐可以推广给大家欣赏 也聆听美丽的乐曲及歌声 为文化百年学校的校信活动 增添许多亮点 记得许多爱一淡水采访报道 limited地步 但是我根本就要给文化独立的